那个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个老妈妈委托弟子说如果今天打通师父电话一定要感恩师父 师父弟子读一下您听一下师父 那个我的心脏我的心脏和后背心脏的反射躯痛的男人 右边的胳膊和腿都是在发麻发冷 我马上吃药我马上吃了修心丸 我女儿也在打车往回赶 我一直在念大悲咒 女儿也在女儿回来后找出弟子证放在我的心脏上 我感觉到弟子证的能量 一会儿我感觉我身上一点一点的变热 痛痛再减轻了 我女儿也在佛台求菩萨 马上拿出她在微信上10%的功德给我 大约五分钟后 我女儿看见观世音菩萨 看见观音堂的观世音菩萨 暂放出光 告诉我女儿要好好哄法度人 孩子放心吧 放心吧没有事的 我的状态一点一点好转 20分钟后我吃了一点饭 一切正常了 第二天早上我坐在床上 一个声音告诉我 孩子只要你求我 我无处不在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而跟观世音菩萨妈妈说 我无以回报你 只有好好的念经 弘法度人 护持师父 护持法门 一门精进 请菩萨妈妈 放心 早相时也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 昨晚的加持 也忏悔我自己的业障 当年接二遍礼佛的时候 师父的法身来了 太高大了 我住在五楼 只看到师父的头 上半身 看不到脚 师父加持我 感觉浑身发热 有一种触电的感觉 很师父 感恩师父 师父 我学习心灵法门四年了 菩萨妈妈 救我多此意念的加持 弟子正神奇 真的感恩师父 把这么好的法门给我们 让我们知道了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灵验 师父让我 无我利他 舍身在救助众生 让我们这么多人受益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弟子一定跟着师父 一门精进的去修心修行 感恩师父 这是这位老妈妈 就是前段时间 他的心脏病复发了 这样是的 非常好 师父跟菩萨的加持 这样是的 小弟我告诉你 师父听这个 我不会感受到 师父怎么样 我就是 我就是掉眼泪啊 我就感觉到 观世音菩萨对我们太好了 观世音菩萨真的 是的 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 如果谁再不好好的 拜观世音菩萨 谁再观世音菩萨 这么这么慈悲的救我们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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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 这个老妈妈 就是包括住院了 已经在医院很严重 很严重了 观世音菩萨 都去给他去撒羊流 多次都是 都是都是在救他 这个老妈妈说了 哎呀 不管世音菩萨